咱们很多朋友炒了几年的股 也学到了很多的战法和方法 像什么平台突破 看均线等等 但是最终我们凭运气赚到的钱 都会让技术给亏回去 绕了一大圈总是盈利的比较少 而亏损的时候比较多 我们始终无法赚到 超出自己认知范围之内的钱的 所以说有很多人觉得炒股是很难的 其实各位想要做好一只股票 你所要做的研究是很多的 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预期差 大家好我是老胡 新来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 老朋友常按点赞支持一下 今天老胡就带着大家一块去看一下 股票的预期差它到底是什么 有了预期差以后 为什么游资敢在高位去追高 敢去接盘呢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什么是预期 对于交易的预期 它是基于股票前期的一个走势 以及还要考虑当下的大环境 市场的情绪 以及消息面等等 多个维度对股价后续的走势 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 这个就是预期 简单来讲 预期它就是个股 第二天的一个走势 它会继续延续前一天的一个趋势 比如说前一天它是涨停的 那么第二天按照道理来讲 它肯定还会有一个冲高 对吧 如果说前一天炸板了 那么第二天 它的预期就是有一个回落 就是要有一个杀跌 对吧 那么什么是预期内 超预期 以及低预期呢 预期内就是我们所说的符合预期 前一天涨停了 第二天冲高 遇到压力位之后开始回落 或者说前一天冲高回落了 那么第二天的时候就顺势低开 当然了各位 在这过程当中 分驰上可能会有拉升 但是它不影响对于整体趋势的一个判断 日内波动的小周期 它肯定要服从一个大的周期 小趋势要服从大趋势 同样的道理 情绪爆发了 个股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波动 这都是属于符合预期的情况 就比如这个标的 各位 这一天的时候 它是不是一个高开低走的阴线呢 那么第二天它的预期那就是一个低开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 它这一天 它确实也是一个低开 所以说在这一天开盘的时候 它是符合预期的 那么什么是超预期呢 超预期它就说明有意外的情况出现 比如说个股重新被资金点火 或者说板块再次发酵力好扩散 在当前市场情绪较好的情况下 第二天它的走势就可能会超出前一天的一个走势 比如说 油弱转强 或者墙中更强 或者说是一个反包 其实无外乎就是这三种方式 还是比如说这个个股 各位 第一天它是高开低走的大阴线 第二天它是低开 这是符合预期的 正常情况下 它应该是一个低开 然后再收一个小阴线 这才对 但是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个股 它在这一天低开以后是直接又冲到了板上 所以说它就是一个超预期的表现 它本应该是一个比较弱的 但是它却由弱转强 所以说它就是一个超预期的情况 对于这种超预期的操作呢 比如说有一些公司它有利好 比如说并购重组 或者说有亏损转盈利等等 或者说情绪爆发指数的影响 股价呢大幅的拉升 有了资金的重新抱团 这种都是持仇者的天下 有先手的你可以继续躺平 个股它即使不涨停 比如说前期的竞业达 对吧 只要是天天都创新高 那么你都可以拿着去看的 我们再看一下什么是低预期 低预期 它指的是个股隔日的一个走势 不及前一天的一个走势 它多数情况下都是发生在上升周期中出现的 比如说强转弱 弱更弱等等 还是这样一个标的哈 各位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板 第二个板 第三个板 第四个板 第四个板 它是一个低开高走的 那么第五天的时候 按照常理来讲 它封到掌停板上了 第五天 它应该是一个高开 对吧 它确实也是一个高开 高开上板 或者输个阳线 才是一个正常的预期 但是呢 它是高开低走 形成了一个放量的大阴线 所以说呢 它就是一个低于预期的 低于预期呢 它往往对应的就是潜在利空的一个发散 或者说 有其他更大的新题材来了 新题材卡位 抢走了本题材 它所应有的一些资金 所以说呢 一些油资啊 一些庄家呀 在这里 然后就做出了一个卖出的动作 另外一种情况呢 那就是自己的预判 太过于乐观 不过说 在后面你确认你的逻辑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意外的错杀 那么它便是一个低息的机会 个股在出现超预期的时候 我们不愁后续没有资金进行接盘 而个股在低于预期的时候 它对应的就是真相卖出 早而言之 无论是超预期还是低预期 它们的共性 都是打破了这样一个平衡 超预期的时候 这是买入的信号 低于预期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卖出的信号 对于短线 无论是超预期还是低预期 都要叠加情绪周期 整体的板块 个股的辨识度去看 比如说正向周期的爆量烂板 它大概率就是走弱了 各位 之类的正向周期 就是一个上升周期 正常它应该是一个强势的风板才对 但是爆量的烂板 它大概率就是走弱的 但是相反 退潮期内的烂板 反而可能会走强 而且呢 咱们很多朋友 对于自己的持仓股 不知道如何去处理 总是喜欢问东问西 对吧 这种情况下呢 它就是没有预期 讲完了预期 我们说一下 什么是预期差 说白了 预期差就是 我知道 而你不知道 我会 你不太会 我能看懂 但是你却看不懂 我敢上车 而你却不敢 预期差 它本质上就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个呢 就是信息上的预期差 另外一个 那就是认知上的预期差 信息上的预期差 利用消息的优势进行获利 其实这点没什么可讲的 有很多内部消息 是我们接触不到的 那么认知上的预期差 比如说 某些人提前买入 股价先涨了 而后呢 个股的逻辑 不断的去扩散 于是说 越来越多的人 进行买入 而这个时候 股价会继续上涨 对吧 直至从小涨到大涨 股价在上涨的初期 当时的股价反映的是 当时市场对股价的 一个小的预期 而后随着逻辑不断的扩散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 导致股价有小涨到大涨 同样的逻辑 起初参与的人 他是先知道的 他是有先手的 而后知后觉 后来参与进行了的人 他是没有先手的 所以说 有能力的人 他可以通过这个预期差 赚到更丰厚的利润 最后我们说一下 影响预期的几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个股的一个股性 之前我们讲过很多打板的情况 对吧 包括打手板 还有一进二 有很多朋友也都知道 二板他是总喜欢坑人的 二进三的时候 就明显比一进二就要少多了 主要取决于他的一个股性 如果说这个个股 他前面有很多次 二进三成功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下 他的二进三 第二个呢 就是流通盘的一个大小 大盘股涨停后 需要拉升的资金会更多 后续的预期 你就要放低一些 还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盘子太小 那么他就可能被独立的一股资金所主导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也要谨慎 第三个那就是技术形态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图形和筹码结构 好的技术形态 近期流行反包二板 或者是平台突破 那么这无形中就是一个加分项 筹码有效的聚合 没有明显的压力位 那么他的预期也可以放大 第四点呢 那就是封板时间的一个早晚 正常情况下越早封板 他越代表资金看好 所以说顺势来讲 次日也会有一个不错的溢价 正常情况下 板块内早早涨停的这些先风龙 第二天混个5%的溢价 一般都问题不大 第五点呢 就是封板的次数 是大烂板 还是说它是秒板 烂板的次数越多 成交量越大 那么第二天 它走弱的可能性就更大 这里的烂板指的是上升周期当中的烂板 如果说这个烂板出现了三板以后 那么大家一定要小心 哪怕它尾盘在风上 也是一个减仓的机会 关于这一点 老胡是不止一次再给大家讲到 第六个呢 那就是封单的一个大小 比如说在炒信创的时候 国卖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一天的封单只有十个亿左右 第二天它的隔夜单直接就有了二十多个亿 也就是说到了九点十五分 我们打开集合竞价的时候 它直接一字板上就怼着二十亿的资金 预期就会加强 它的分支属性就很可能会再次发散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怼一字 很可能就买不到了 所以说怎么办呢 做不到龙头就会去寻找龙二和龙三 这样的话板块效应岂不是就起来了 对不对各位 第七个呢 那就是分时的图形 分时它是推土机式的往上攻 还是说直接封板 还是说拉高一波 震荡再次拉高 然后再次上板 这三种情况下 它对应的 这三种情况下 它所对应的次日的溢价都不一样 关于分时这一点 它的细节有很多 那么在后期的视频当中 老胡会逐一的给大家讲到 所以说想要听后期视频的朋友 最后我们应该如何去提升自己的预期能力呢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每天对盘面的理解 谁是龙头骨 谁是主流题材 它的走势如何 有多高的溢价 为什么会出现与自己预期不符的情况 我们对市场人机票都要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然后不断的去修正认知 查缺不漏 这是一个慢功夫 这是急不来的 这是理解市场的一个过程 或者说把你眼中的市场调整到和真实的市场同步的一个过程 好了各位 我是老胡 短线交易顺势而为 我们下期再见